大家好 在今天呢 如果 大家好 在今天呢 如果 我今天就在一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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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在今天呢 如果你难来北往 你就会发现到天气状况截然不同 往北走 天气湿湿又冷冷 往南走 中午温度高 北部中午的高温21度 但是到了高雄中午的高温可是29度呢 南北天气大不同 但天气形态来说 在这个礼拜的话呢 前面跟后面半段也真的大不同 怎么说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未来 一个礼拜的天气要怎么样的变化了 先来注意到整个天气形态来说 往北走 天气湿湿又凉凉 因为最主要东北风的影响 时间 两天的时间还有两天 在周二跟周三这两天 往北走 中午的高温呢 21度 温度形态来说 在北部地区凉稍稍的 但是往南走 温度暖 中午的南部地区还是有在29度的高温 所以呢 中部以南的话天气好 云凤中阳光会露脸 所以呢 整体天气形态来说 南部的温度比较舒适 可是呢 中部以北在明后两天的话 云层的发展量来说还会再增多一些些 但是呢 冷空气的强度就到周三就要结束了 接着 礼拜四的时候呢 温度形态来说开始回升了 短暂雨后又转为多云时勤的天气 气温上升的幅度在周四这一天来说 会比较明显 北部地区呢 温度状况就可以升到了 大概有约在25度了 南部地区呢 已经接近到30度了 接着 五 六 日这三天 高温的部分上看到30度哦 甚至还会再往上一点到31度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礼拜 前半期的北部是偏凉 有点冷 后半期的北部地区可是偏暖 有点热 而且天气形态来说东北风的影响最主要只有到礼拜三 山区的部分在明天周二要注意会有局部性的雾 北部地区也会有一点点飘雨的状况 那说到雨啊 现在这个时候有些地方就飘了点雨哦 我们就来看到这张雷达了 雷达上面可以看到的就是北部地区呢 现在有一些云层在通过 当这个云通过的时候 桃园的山区 新竹的山区跟台北乌来这边啊 还有这个新殿这边就开始有些江雨出现 还有台北的东边的部分也有一些雨 那这个雨呢 就是一些云层已经在逐渐的通过了 但我们说到这个云层啊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现在云层的发展 我们先从这个下午在五点钟的时候的云图来看一下 先来注意到你一定会说 那台湾在哪里 台湾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注意到 台湾的上空来说呢 整个中部以北都有云层 最重要就是这些云层在通过的过程当中 通过了我们中部以北的上空 使得在今天的时候 云层的发展量来说都比较偏多一些些 山区的部分也都有浓雾的现象 温度状况呢 因为近地面吹着东北风的进来 所以呢 北部地区偏凉 南部地区在阳光照射之下偏暖 不过要注意哦 到了现在晚上的时候呢 早晚温度在中南部仍然是比较颇有凉意 骑车要注意保暖 小心别感冒了 但明天呢 这个云层仍然会持续的东移之下 中部以北的云层发展量来说仍然比较偏多 接着看到色调强化的云图了 云图上面可以看到云系的发展最主要呢 在明天的时候会有些水溪带的通过 而造成降雨的状况 但近地面呢 因为最重要 北方的高压系统也会下来 所以呢 仍然有东北风的吹拂之下呢 使得在北部地区的温度仍然比较偏凉 中午只有在21度哦 但南部地区有在28到29度 所以南来北往的温差感受上来说会比较偏大一些 卫星云图上我们可以注意到云系的发展最主要呢 在大陆的华南地区这个地方有一道滞留封面云段 但这个华南的水汽在明天到后天的时候会逐渐的东移通过我们中部以北的天空当中 所以呢 相对的我们在高空当中因为云层的遮挡之下 再加上呢 进地面的东北风的吹拂之下 所以使得北部地区的温度形态来说就会比较偏凉了 而北方的高压呢 我们可以注意到 整个高压系统来说已经下来了哦 接近到达了华中地区的位置 正在逐渐由西方的方向在移动 而这个高压系统呢 到了明天的晚上的时候 就已经逐渐东移进到浙江要往东海的方向移动了 那我们来看两个时间点的地面图 一个就是在明天的晚上的时候 当明天晚上这个高压系统东移了 冷空气的强度在明天晚上还是比较偏强 可是呢 到礼拜三的时候 这个高压东移进到了日本的南方的海面之后呢 我们的风向渐渐地就要变为一个比较偏东风进来 也就是说 冷空气的强度到了周三的时候 已经开始逐渐地减弱 礼拜四 气温上升 接着呢 来看到礼拜五了哦 周五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注意到 整个高压系统来说 我们的风场已经开始变为偏着南风上来 南风上来 温度高 所以呢 礼拜五的高温南部就可以到31度 北部地区也可以到30度到高温哦 所以在礼拜五的时候来说 天气形态来说都是属于晴朗的天气 不过要注意的就是在夜晚的时候 中南部的平原空旷地区跟外岛的马祖金门 可能就会有些起雾的状况出现了 所以整体的天气形态来说 前半段湿凉 后半段偏暖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温度了 晚上的温度形态说凉嗖嗖 骑车要保暖 白天的高温上不去 因为东北风仍然偏强 北部地区云层通过有局部性的江雨的状况出现 那到了中部地区呢 云层少一些 山区部分要注意会有浓雾的现象 温度状况中午舒适 早晚了 南部地区还是中午偏暖 阳光会露脸 东半部地区的雨主要是凌清的江雨状况会有 山区部分多 外岛地区倒是要注意到夜晚温度在马祖比较偏低 未来一个礼拜我们可以注意到 雨的部分在周二有一些 周三开始要停了 那礼拜四的时候天气还开始好转 温度升 周五 周六 周日高温甚至可以上看到 三十度到三十 中南部到三十三度的高温 而到了外岛地区来说的话 温度已到礼拜四以后开始回升 小叮咛 两件事情要提醒 最主要往北走 记得要背外套 天气凉 山区有物喔 能见度差 行车要注意